就是那个现在的开发慢慢走什么MVC架构 那其实或者你可以叫什么我觉得VCM会比较容易理解 V的话就是我们的界面 然后C的话就是Control 然后M的话就是Data 你的资料要放哪里 所以基本上这一题大概开发流程 我们来看一下总共有四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就是那个View的部分 上面的话我把它框起来大概是这些 就一个很简单的WaveView 然后里面的话如果你原来没有更改 像Scobar有没有 预设计好像也已经有了 如果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Focus等等有没有设为True OK那下一页 那名称的话我叫WV 这个是View的部分 再来的话这个也是固定的一定要有 没有Internet的话你没办法连上网路 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这是Manifest的档设定 那另外特别注意刚刚有同学 遇到问题就是那个 Manifest如果你要更改那个套件名称的话 特别之后一定要先把Manifest里面的 套件名称 改完才能去改 这边的套件名称 有没有我这边 套件名称有改 Comp.Terry 那你记得Manifest先改 存档之后 再来改这边 这样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那改完之后也许还有错误的话 你再到那个 Activity里面看一下 最上面有Import 什么什么 好像别的专案的点啊 你就把它删掉 这样就完成了 就不会有问题了 好不好 之前有同学 很多同学都发生那种 R不见的问题 这部分的话 挺用给各位参考 OK 再来的话呢 我们程式部分的话 在Activity里面要写哪些 第一个最重要是这个 上面要写一个叫 GetWindows 这个银行的类别里面的一个方法叫做 Request 这个Future Future的话就是 Windows.Future 就是要让它在那个什么呢 视窗 在视窗的上面要显示这个状态 我们要去 让它产生出来 如果没有GetWindows 从GetWindows里面没有办法 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显示 那可以做之后的话 再利用什么呢 Set Crux 再丢什么 丢状态给他 所以这里的话基本上 第一个要做这件事情 在特别注意在SetContainView上面 再来连接那个WaveView 然后呢做一些 Setting GetSetting 跟跟他一样 这个地方我们要 把JavaScript改为True 然后其他 看 下面这一行看需不需 True跟False 其实如果用JQuery Mobile 开发的话 下面这一行是可以不用的 因为 JQuery Mobile主要就是 你会发现按钮都大大的 很少是小的 有没有因为我们的手不是滑鼠 所以通常会大大的按钮 越大越好 越好点 越清楚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就 比较不需要用那个什么 轮印轮到的Control 那再来的话 就是把收放工具放进去 然后 建立一个 WebView的Client 这Client的话 主要用途就是说 我们在底下会需要 需要这个WebClient 这里的话我们如果要显示进度的话 还需要用到这个 就是叫做SetWeb 这个什么 WebClient 那里面的话 也是在New一个 New一个这个WebClient 利用这个方法 因为你New一个之后的话 一样 用新增位置座的方法 也会产生底下东西 一个 小刮壶 大刮壶 后刮壶 那一样把这一行写上去 那最后的话呢 就可以连接到 后面用一个方法叫LowUi 那 就连接到我的官网好了 那我有注册一个网址 我有注册一个网址 因为为了简单 所以我就 www.tqc.idv.t 这个就连到我的 部落格里面 所以连过去的话就可以看到 这是第1个就是 如何产生上方的那个 Prox的那个 那个状态 这个对于使用者还蛮有帮助的 尤其是你要宅很多东西 像将来如果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需要 从云端上抓那个 资料下来 漏Data 漏Data的话一定会需要时间 那你没办法说加在那边等 所以你可以在那边 状态力至少也会显示出来 使用者也比较知道 你现在还在漏资料 OK 那再来的话 最后的话 我们会按那个back键 可是back键呢 如果一般如果 我们按那个手机上有个back键 如果按下去它应该会跳离 对不对 可是我如果要把它吃掉的话 吃掉之后呢 不是吃 吃掉之后再把它转换成一个 网页的上一页的功能 那这个该怎么写呢 其实非常简单 直接在这个地方 这个已经写了 实际上这个叫 OnKeyDown 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 Activity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要产生这个方法 不需要自己重新 不需要自己从头打 你可以怎么样 假如没有 按右键 按右键 置换实作方法里面就有了 因为我前面讲过 这边有按右键 程式 置换实作方法 里面的话 各位找一下 就会有个OnKeyDown 也就是说呢 这个Key 里面你可以侦测说 你哪一个Key被点击了 OnKeyDown 在这里 它就会传进来到底哪一个Key 哪一个KeyEvent 你打勾之后 按确定 自动就出来了 你在针对这个Key Code跟KeyValue 去做判断 那我们要做哪些判断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写好的 如果 这个KeyCode 等于什么呢 这个KeyCode 我们要判断它是back键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 从KeyEvent 里面的 KeyCode back 去抓到说它是back键 如果它是这样 而且 我们的那个 WebView本身的那个 GoBack功能也是可以 被触发的话 被触发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转换成 back 这样的话按下back键就不会跳里 而是会 上一页 这样就比较方便一些些 那最后的话呢 就Return 回去 给Super 给上 Full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所以这里相关的画面 也在这里 总共四个画面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专案叫 Better WebView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